Google Map 其實這Google Map 我覺得各位可以 因為它現在不只是Google Map 它還有Google 20也會連結 就是說3D的加進來 那手機本身的App 它也可以Google Map 再跳變Google 20 Google 20變3D版的 而且可以看整個地面的3D的圖 甚至它現在Google 20 我之前給各位 那個我 部落格裡面發表 那個部落格文 就是在地鐵 日本地鐵還可以鑽到底下去 還可以看到地鐵下方的東西 然後呢 另外 它現在 還可以上月球了 所以月球 Google 20 如果你裝的話 你可以往天空上 然後它有個月球 甚至它還不是只有月球 它現在還有火星 它可能現在還不只是火星 下一個階段 不知道它還有什麼花樣出來 那之前還有什麼大寶礁 什麼什麼 還有呢 它前一陣子有一個計畫 是到那個太魯閣裡面的深山 很多那種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 古道一些那種 人沒有去 什麼什麼 步道之類的 很漂亮很漂亮 然後他們也找那種 專門揹那種 街景 不是街景車 是街景人 然後呢 怎樣呢 它就一邊爬那個古道 爬那個很漂亮風景的地方 有沒有兩邊峭壁 哇漂亮到不行的 然後呢 它就背著那個 那個那個扛的那個 那個那個裝備 然後就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 一直照一直照 所以你如果到那個太魯閣的那個 你可以看到裡面喔 真的可以一直往裡面走喔 人煙你幾乎會爬上的地方 你也可以用那個Google的那個 街景看到裡面的東西 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非常漂亮 所以它的變化很大 都是創意 然後這些東西的話 一直在更新 我會把它稍微晚一下 所以這裡面的話 我想你們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大概知道一下 另外呢 我講過了 其實你找到比如說 像這個是某一家餐廳 你要找到這邊 不有儲存功能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一般我會這樣 在這邊找到之後 然後會篩選 篩選一定是四顆星以上的 那這邊有評論 有沒有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有人齁 在就是一定會抱怨的 那你稍微看一下 這個好像跟那個 你去逛那個什麼 拍賣一樣嗎 如果有負分太多的話 可能就不會齁 不會去 那另外的話 你找到之後的話 你甚至可以怎麼 規劃一下 然後他會自動會跳出什麼 從哪邊開始 比如說從某一家 比如說從這邊開始好了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 從一號或三號 一高二高 那怎麼走 這邊其實都蠻清楚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用手機 像 我有時候就會想說 上課或許可以拿來當教材 有沒有 手機上面 也可以一目了然 而且多久的時間 走幾公里 這邊都會顯示出來 有沒有 然後 評分的地方 這邊都可以篩選 有沒有 甚至 你自己也可以評分 所以我現在也蠻喜歡評分 人家 去那邊 評分一下 如果真的很爛的話 那就給他一顆心 那 真的 其實對於那個店家 我覺得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沒有那種觀念 有些可能還沒觀念 OK 那這邊的話一樣 有一些 有沒有 一模一樣 而且 在手機裡面也可以接近 而且裡面有相片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所以 預先做一點功課 去那裡 就不會太失望 那如果要 導航的話 這邊有個汽車 可以導航 如果你要搭大眾運輸的話 也可以 而且我覺得 他還蠻精確的 包含就是說 什麼時候會有車 他有一些會跟那個 比如說 國光客運 等等的 連線 什麼時候會有車 然後票價多少 也會顯示出來 甚至你到了附近 你不會走的話 他有所謂的 步行導航 比如說像什麼老街 東新南北搞不清楚 那可不可以步行導航 我要到哪一家 好吃的攤 那我不知道怎麼走 也可以用步行導航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Google還蠻厲害的 什麼都有 然後相關的 那篩選的結果 你這邊篩選 你可以用什麼 四分以上的 他會四分才出現 我覺得這個功能真的還蠻蠻棒的 就是篩選之後 選四分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以後這影響還蠻大的 然後你看 這如果沒有三分以上的 沒有四分以上都不會出現 那你現在的位置 等等的 OK 那類似有這些 那最後導航 我講過 像我用這個導航 哇實在做得太好了 那其他導航 可能 應該要轉航了 像什麼 國內的什麼 啪啪Go 有沒有 可能已經變軟啪啪了 應該 看到這個 我看他已經 那你這樣子 我們 就 跟人家一比 怎麼能比對不對 人家什麼都有 你什麼都很 所以你會發現 在台灣要做導航 真的應該很難 不過 像 我還是車上會擺一個Garmy 因為Garmy 算是全世界的 然後呢 他至少兩個 比起來的話 當然還有 還有他優點 還有他存在的必要 不然的話說真的 有這個其實就很夠了 OK 好 這個地方是題外話 將來如果說你可以把什麼 Google Map 整合到App裡面的話 馬上就有些相關功能了 比如說把它抽離出來 評分項目的部分 就可以獨立出來 以後 乾脆你寫的功能 直接四分以上再出來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路徑規劃也可以怎麼樣 獨立出來 因為他可以把 人 車跟大眾運輸都可以分出來 然後導航也可以分出來 那這樣的話 使用Google Map 其實會更加簡單 那只是說 這個部分的話呢 可以給各位一點idea 回去可以想想看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就是說 這個 我們的Greview裡面 那我們Greview呢 最後做完就類似這樣 我希望能夠 第一個把圖放進來 那所以 一樣嘛 就是三階段 一 宣告 宣告 這個 物件 連結這兩個 第三 不過第三會多一個 建一個Adapter 這個建Adapter的話呢 這上面有講過 類似的 不過做法好像同學會有一點點 不太 可能有些比較不容易理解的 第一段程式碼 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要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Adapter的物件之前 我必須怎麼 先 建立一個MyAdapter 這個MyAdapter呢 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的 這個特別注意 是Uncreate的方法的下方 它是屬於內部的一個類別 內部類別 那我這個內部類別 特別注意 請各位先產生這一個 類別之後 再來寫這一段 所以這個是1 這個才是2 那寫的方法的話 第一個 你就先建一個 內部類別 名稱叫做什麼 叫做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那個 這邊一個大瓜 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叫做MyAdapter Essence Based Adapter 所以上方一定會需要 怎麼樣 賄賂一個 叫做Bass Adapter 所以上禮拜同學 這個沒有賄賂了 所以他會先 這邊產生問題 第一關是賄賂 第二關是 因為他是抽象類別 所以呢 他必須 因為他繼承他 所以他必須實做四個方法 就有點像你爸爸 答應人家四個事情 那就是由你來做了 因為你誰叫你是他兒子 對不對 所以呢 新增未實做 哪四個方法 要不要背呢 當然不用背 其實利用Eclipse的好處 就是說他會自己幫你實做出來 所以你記得 點他一下 四個方法就跳出來了 OK 一個 Get Account 問你說 總共你這個圖有幾張啊 Count 然後Item 有哪些項目 再來的話 然後ID 他的ID 最後會有一個view Get View 就是把它畫出來 小說圖 所以呢 我們分別就是要回答他幾個問題 那 特別注意喔 Get Account 我們之前本來是 那個Review裡面還記得吧 這個數字我們是用正列的長度 比如說 Review有六張吧 那我們就是用正列的長度 點Lex對不對 但是 特別注意喔 這邊 你不能給六張 為什麼 因為六張的話 就撥 欸 奇怪 六張停下來了 那你需要一直撥一直撥有沒有 沒有鏡頭的撥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必須給他一個非常大的值 非常大的值 我這邊 用一個很簡單 你這邊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知道 如果你就自己打 各位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這樣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告訴他說 我這邊喔 裡面的張數 一百萬張喔 一百張 那你就是一直撥 除非你撥到一百萬張 才會停下來 可是有可能有人 沒事在那邊撥一百萬張 撥到螢幕破掉 可能一百萬張還沒點到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 可是寫這樣有點怪怪的 所以喔 寫什麼比較 要不然就是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用什麼 用一個integer 這個類別 點什麼呢 點什麼呢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去取得什麼 它的最大的那個值 所以呢 你可以用integer裡面怎麼樣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 int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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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er的最大的那個 integer integer ok 點什麼呢 點 它裡面有個什麼 最大的值是哪一個呢 其實喔 猜一猜出來嘛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最大的值 就是 max very 然後 就是 ok 這樣的話呢 return回來 印象中好像是 一百多萬吧 它好像是多少 三十二位元的 所以這個值一百 也是一百多萬 阿不然你打個書就ok 好 那弄我這個應該 好像 印象不用改 這個也不用改 那這個地方的話 是什麼 要實做 那要實做的話 它這邊喔 一樣需要問你幾個問題 就是 position 第幾個嘛 然後它的view 還有就是那個viewgroup 等等的 那這裡面的話會需要 就是說 這個getview 必須要告訴他說 由誰去畫 那當然你必須要告訴他 你現在那個類別 一般就是直接指向 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class 所以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呢 必須寫完這個部分之後的話 再回頭寫這裡 就是 我內部類別建立 宣告一個物件叫adapter 我要建一個adapter喔 然後new一個adapter 裡面要傳一個什麼list 給什麼 給他 就是把自己這個類別 傳遞給他 然後呢 這個地方 所以呢你如果傳遞給他 那他必須要接嘛 那因為我這裡底下呢 沒有寫一個建構紙 這個建構紙的話 或者叫建構式喔 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用什麼 建立一個建構 他會自我幫我寫啦 因為他丟嘛 可是你沒有接啊 那你怎麼接呢 那建構紙的寫法 通常都是會跟class同樣的名稱 然後你必須把它接起來 那接起來他會傳遞給你 給你一個什麼 一個 這個list 你就接起來對不對 他就用這個名稱過來 那你要怎麼接呢 我這邊要寫一個是什麼 寫一個就是 我們先宣告一個什麼 宣告 因為我要接一樣 要用一個activity A好了 用這個A來接 那我就是在內部類別 宣告一個activity 他等於什麼 等於上面的這個東西 就是他丟給我什麼 我就接起來 那將來這個A 他就可以利用這個A 幫你去把那個view給畫出來了 OK 這個流程大概應該沒有問題吧 反正也不用10倍 大概知道說他怎麼運作的 那最後的話 那個view 就把它畫出來 因為這個view裡面 寫的可能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 OK 大概把這個地方 OK 好 那一樣 所以傳過來 那丟 他的名稱也許 反正他自動產生 他丟什麼給你 你就接什麼 然後宣告 再來的話 這一個 count count這邊可以改 可以把它改成那個最大值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是integer integer 點maxValue OK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 底下的話 這個部分跟上個禮拜做得很像 就是你要建一個什麼image view 對不對 那他建的方法就是說 一張建一個view 小張的 一張建一個view 先在背著它裡面有點像 先幫你把它 先小張的先建完了 再把它丟到greview裡面去 你不能一次全部放進去 你是先在adapt裡面做 那建的方法就是new 一個image view 然後告訴他說 要由誰去把這個image view畫出來 那就是這個A 因為傳進來就是自己 OK 然後resource 你的圖在哪裡 然後position的話 它會從0一直往下走 看你有幾張 它就幫你去畫出幾張 OK 所以這個值的話呢 position的值會跟上面是有關聯性的 也就是一直畫一直畫 反正有幾張 它就幫你畫幾張 然後skate type 就縮放方式 那這邊我是用什麼 用那個至中 當然你這個地方 它的敘述方式 skate type裡面也蠻多的 你也可以用 給一個常數吧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打上一個 那裡面的skate type 點下去的話 其實它有裡面很多center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那我這邊是用fitcenter等等的 那你就直接把它enter一下 它就至中 然後其他的大小 180 那這個100的話呢 是它的寬 然後這是它的高 那我剛剛這個高度部分有沒有 我是設按右鍵 我印象中我這邊是把它設為100 那所以100 那放進來的話是80 所以上跟下 剛剛好會有一個 10 10個像素的空間 OK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就一個個把它放進來 然後記得Return回去 把這個物件Return回去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會一個一個把它畫出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的Base Adapter裡面 那最後呢還沒完成 記得 在Set Adapter 我可能開到那個Greview裡面去了 應該是這個才對 OK 所以裡面發現喔 裡面的程式基本上幾乎一模一樣 只有這個地方不一樣 其他的地方的話 Possession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喔 剛剛是直接Possession嘛 但是如果你Possession的話喔 它會變成說它一直一直往後加 一直 比如說零一二三四五 然後再來就六七八九十 可是問題我們這個 有個問題就是 這個Possession的數字會隨著上面跟增加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給了一個數字大於六的話 它一定會怎麼樣 它一定會抓不到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呢 你要注意比如說 我們今天假如說六 好第六對不對 第六實際上要抓哪一個呢 實際上應該要抓的是 又回到第一章了 對不對 所以是怎麼 是變成說如果是 0到5 是一個cycle 然後呢 再過來的話 6到 0到5 然後6到 6到10 6到10 然後再來 應該是11啦 6到11 一個cycle 然後再來就是 12再到 17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那如果我今天一直往後 它一定抓不到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可以用 求魚數的方式 求魚數有沒有 在那個 VP裡面是叫mode MOD 可是呢 在Java裡面是什麼 百分比 這個所謂百分比就是 求魚數 所謂求魚數就是說 我今天 某一個數字 除以另外一個數字的時候 如果魚多少 我要那個魚數就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們如果說6 假設說我今天 總共有幾張 有6張 那我就是什麼 把這個 6 mode 多少 6張 等於多少 求魚數 魚多少 0 有沒有發現 剛好不就0了 那如果是7的話呢 假設7 7mode 6 等於多少 1 那不就又1了 那如果是12的話 還是0 13呢 還是1 有沒有發現 無論它數字再怎麼大 都一定是在這個循環裡面 所以它就是一直波一直波 數字變多了 它還是 所以這重點在這裡喔 這個position這個部分會增加 不過沒關係 我們記得怎麼樣 在這裡喔 給它一個百分 給它一個這個 mode 百分比的 求魚數 求什麼魚數呢 就是跟這個陣列 陣列的長度 陣列叫什麼名稱呢 陣列我們上面有宣告 一個叫image 有沒有 那當然或者你打個6也可以啦 如果 因為將來的圖不見得是6張 點什麼 點lex就可以了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 等幾張 就是直接求魚數 這樣的話呢 它就永遠 有沒有 會抓到的是 又一個循環的一個 一個大小 那縮放 我這邊120 80 不過好像不影響 你用100跟 因為它那個有個 長寬比 會有一致 OK 好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執行 那各位看到的結果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 就OK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adapter set給它 這個流程其實 還蠻抽象的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它的特色啦 那如果以後你使用到 圖形方面的 都需要用到它 而且 下一個 第七章的範例 裡面有個list view 更麻煩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一個list view裡面 list view 指的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清單 那清單裡面可能 你這邊又放一個文字 假設有文字 又有一個圖對不對 變成你要一個array adapter 你要一個bass adapter 所以 沒辦法 所以 但是你不用說 太那個 鑽牛腳尖 因為其實說真的 最後 兩個都 一個就已經搞死了 兩個 不過這有關鍵就可以了 圖 反正一定要放在 這個叫bass adapter裡面 OK 最後的話 一個adapter 就給這個gridview set一下 好 最後的話呢 當我點選它的時候 我必須要把那張圖抓出來 在image裡面 修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的話 會用到一個叫做 事件 這個事件 名稱叫做 set on item slade item slade ok 然後 greview叫什麼 item slade 那個 greview上禮拜的那個 item click 有沒有 奇怪有沒有 你會發現 那個greview叫做 item click 然後 greview叫做 不 gory叫做 item slade 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現 它都沒有統一 很麻煩 像spinner 是什麼 忘記了 沒關係啦 回去查查看 有圖為證 對不對 那list view 又不一樣了 好 我記得好像是slade 那 那個list view 是click 不過你也不用死被 反正 忘記了 你就查一下 所以我說這種東西 除非你每天在用 不然的話 誰會記得 對不對 但是沒關係 需要的時候 有沒有 要找得到 所以我雲端隨時都有 不用怕 反正忘記沒關係 只要我寫過的東西 通通都在雲端上有 今天你要叫我寫什麼 也許我有部分 可能忘記了 沒關係 我要什麼 我去把它抓過來 兜一下不就有了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東西可以兜 不然的話 沒有東西怎麼兜 那就累積一些東西 然後有 把它整理一下 一套東西 以後的話 人家要什麼兜一兜 如果缺的有沒有 再來去網路上找一找 有時候的話 很快也可以做出來 幾乎沒有什麼問題 OK 好 這裡的話 就是items類的 接下來一樣 會有個問題 它這裡面的話 就是那個 要哪一個的話 一樣 在這個position 一樣怎麼樣 要用一個 求余數的方式 如果你沒有求余數的話 因為要這個position過來 可能一直撥一直撥對不對 撥到比較大的數字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它一定是余數 求余數余多少 回來的話 就會自動去抓到那一張 因為你有可能撥撥撥撥很多 它又一輪的 那可能是19 18 這邊可能是 第 這一張又是第18張 那我18張 第19張 不過沒關係 反正它一除多少 除以6 余1 那就是抓到這一張 余2 就是要抓到這一張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就完成 那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其實前面如果寫過的東西 我想你就是 大概就不用去死背了 但是前面沒有寫過的 比較可能有問題的就是這個adapter 我建議這個adapter有沒有 如果你不熟的同學 你就 也許你可以先從我原端上抓 但是你抓完之後 你就把它刪掉 然後 重新再產生一次 有沒有 像我剛剛這樣子 第一個就先把adapter先寫出來 那可能會有問題就是第一個 你可能會寫錯位置 特別注意是 一定要是uncreate的外面 所以那個括弧的位置 記得是在uncreate的括弧的外面 那一層 然後 撰寫那個 這個class名稱 那myadapter這個名稱 不見得要叫myadapter 你也可以取一個別的名稱 都沒有關係 然後 extense bass adapter 然後就自己幫你產生 有四個方法 四個方法 那你就分別把四個方法實做出來 那這樣的話以後多做幾次 說真的你那個bass adapter 我想應該也慢慢就熟了 因為 以後 只要會用到圖的這一些控制項 它都會有類似的方法 所以 你也躲不掉 只要是開啪Enjoy的這個app 都一定會用這種方式來做 OK